九年遇到了慧苦 慧苦去找他这个故事也是很难得了 冬天下雪的时候 他在门外站了很久 雪已经烟到膝盖了 把我还是闭着眼睛 动也不动 他在这个时候 他把他的左手砍下来 从前出家人带个剑刀砍下来 拿这个左手去供养大摩法师 大摩法师这次也砍了 你豁苦 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心不安 求大师给我安心 大摩左手 所以现在有很多大摩的像 都是撑出一只手 就是这个意思 大摩说 你把心拿来我提灵安 这一句话提醒他 会否这是回光返照 想了多久说 我密心 我找心找不到 不知道心在哪里 大摩说 欲如安心尽 我就问他 他从这一个文言达当中 签出了 这真正觉悟了 所以一波传给他了 他是在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师 所以这三个问题 心静 心安 心平 是一二三三二一 你心安 你心一定心健 一定平